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辽国灭亡之后 上百万气的人去了哪里 专家研究古迹 找到了答案震惊所有人 契丹人远是中国北方 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 主要活跃在辽河以带 水草丰美的游牧区域 唐长末年 生活在关外的契丹民族 突然强大起来 他们吸收了大量 因战乱而逃亡关外的汉人 学习了先进的汉文化 开始有落后的不足状态 转变成为封建帝国辽 公元916年 契丹八部之一的 迭拉部首领耶律阿宝基 在凌皇建立了辽朝 辽国 最初定国号为契丹 后来改称为辽 辽国在最强大时 一度统治着中国东北 与蒙古高原地区 从11世纪开始 辽朝 北宋 西夏 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势 三国之中 辽国的军事实力最强 实行尊辱重复的政策 而北宋的经济实力最强 人口最多 但军事实力一般 西夏的国力最弱 经济脆弱 鼎盛时也仅有300多万人口 但军事实力也很强 对于启丹人 将国号定为辽的含义 曾有记载描述为 辽以冰铁为号 取其兼也 冰铁虽兼 中意变坏 为大金 不变不坏 由于北宋王朝丧失了 燕云十六州与长城 所以仅仅能够统治关内的地区 而关外的广袤土地 都处于启丹人的统治之下 前后长达200余年 这一时期 启丹人的威望与版图 均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 时至今日 俄罗斯语之中的中国一词 就来自于启丹的翻译 而某些阿拉伯国家 也以其当来称呼中国北方 辽史太祖本记称 无修文物 彬彬无异于中华 不过 强大的辽朝 在十二世纪左右走向面望 取而代之的 新兴的女真祖 公元1115年 女真祖完颜部 首领完颜阿古达 在黑龙江省内建立金国 随后用了将近十年时间 消灭辽国 辽国的统治核心 武经地区 悉数落入金国女真人手中 分别是上经临皇府 西经大同府 南经西经府 东经辽阳府 中经大定府 契丹的首领 辽国末代皇帝 天作地 耶律言喜 因为昏庸无能而亡国 最后成为金国女真人的俘虏 在1125年 辽国灭亡以后 契丹民族的名号也分崩离析 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原始 辽以事费 今以辱亡 直到近代以来 考古学家的新发现 才确定契丹的后裔 原来一直都在 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根据史书记载 与现代DNA对比技术 大致可以确定契丹人 在辽国灭亡以后的去向有三点 第一 融入女真族 后来也逐渐汉化 契丹族与女真族 原本是不同的两个民族 不过女真人的金国 在消灭辽国以后 也吞并了辽国的故土 绝大部分契丹人 选择了归顺女真 成为金国的子民 许多契丹贵族 投降金国以后 都在金国担任过高官 在金国消灭北宋的战争中 也曾大量使用契丹族 西族的武士作战 这部分契丹人 跟随女真人 征服中原 与汉人杂居 经过百余年的演变 逐渐融入汉族之中 所以不再保留契丹的名号 第二 跟随耶律大使西征 后来逐渐伊斯兰化 辽史记载 契丹贵族耶律大使 不肯归顺金朝 率领契丹起兵 百余人西逃 一路上不断聚拢 辽国旧部 最后得到 不中万余人 牲畜数十万 耶律大使 以这部分兵马为根基 不断扩大实力 在新疆中亚等地 建立了西辽王朝 这部分契丹人 跟随耶律大使习征 把契丹的民俗 带到了遥远的西北 13世纪时 蒙古帝国兴起 而西辽 因为长期 与阿富汗 古尔王朝爆发战争 实力大减 最终被蒙古帝国所灭 残存的契丹人 纷纷顿入中亚 大多成为穆斯林 第三 侵袭到云南或东北边缘地区 变成其他民族 除了跟随女真人进入中原以外 还有一些契丹人留在了东北 被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帝国派到遥远的边境驻守 这部分人与其他民族融合 变成了后世的达沃尔族 经过DNA对比 参考辽戴古墓的契丹人遗孩 专家发现达沃尔族最接近历史上的契丹人 达沃尔族是东北的少数民族 习惯聚足而居 习俗也与历史上的契丹族非常相近 据统计 达沃尔族同胞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 黑龙江省 辽宁省等地的达沃尔族自治区内 由于他们体格健壮 运动基因发达 所以擅长取棍球运动 此外 我国云南省境内 也发现了契丹族后裔的身影 云南境内的蒲满人 就是历史上的契丹后裔 约有15万人生活在云南 在上世纪90年代 我国协和医院 舍科院 云南民伟 内蒙古民伟 对此进行过调查 将蒲满人的DNA 与契丹人DNA进行对比 发现两者高度吻合 由此认定 他们就是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契丹民族的后代 可是契丹原本是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为什么会来到万里之外的云南呢 专家推测 在历史上蒙古人兴起的时候 忽必烈曾经带领一部分契丹军队 南下进攻大理国 所以这批契丹人的后裔 就留在了云南境内 负责防守和囤恳 他们的后代 就是今天的蒲满人 公元1253年 蒙古帝国出兵 攻灭大理国 后来元朝将其设为云南省 而契丹后裔就留在云南生活 突厥之后是契丹崛起 这个时期 契丹就已经征服了原来的匈奴各部落 并且向西不断扩张 沿着突厥的路线 向西的影响力抵达欧洲 以至于欧洲在唐朝之后 成湖中国就以辽国代替 其实辽国仅仅是盘踞在中国北部 但在欧洲人内里 就成了整个中国的代名词 匈奴墨于契丹 基本确定无疑 契丹之后的匈奴移民 很可能也是从贝加尔湖大森林走出来 甚至使远东库业岛等地区重新南下 又聚集在漠北大草原上 但是这时就是蒙古各部落了 从此再无匈奴支撑 蒙古对待契丹族也是比较宽容的 一方面 确实契丹在崛起之前是匈奴一部分 另一方面 契丹对待匈奴残暴移民 也是比较宽容的 只是对金国等女真人比较苛刻 导致后来金国崛起之后 对辽国穷追不舍 直至赶出整个中原和北方地区